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大佬 阅读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今天我们说一下 经常有朋友来我这里咨询自己的财运 往往因为自己的财运不佳而不如意 其实除了命理风水上的原因之外 从相学的角度来说 个人的行为习惯常常也是影响财运的一个因素 我观察了很多身边的朋友 结合命理民俗以及相学方面的知识 总结了一些有损财运的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给朋友们做个参考吧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保持好习惯 财神好喜欢保持好习惯 一钱包乱放钞票乱丢 有不少人有丢三落四的习惯 也会因此而经常丢东西 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特别是有的人往那里一坐 钱包 手机 钥匙随手一扔 过不了一会儿就开始找 还有的人把零钱乱丢 家中 办公室到处可见散落的零钱 个别没脑子的韩经常丢钱包 洗衣服时不掏口袋 导致钞票背洗 这些都是不尊重财富的表现 你不尊重财 财就不会亲近你 二 挨皱眉头 虐待鼻子 这些都是一些面部的不良习惯 财神喜欢亲近带有喜字 高兴和气的人 如果你整天皱着眉头 心中郁闷 财神也可不会亲近你的 而且你身边的朋友 也会因为你散发出的郁节气场 而渐渐远离你 鼻子在相学中代表财博工 有的人喜欢 没事就揉鼻子 抠鼻孔 这些都是不良的仪态 不仅在交际场合显得素质低下 更是因为你没事就折腾自己的财富 而使得财运低下 财富不稳 而易破财 三 摇漆斗腿 坐立不安 男斗穷 女斗剑 这是中国传统民俗中的一句谚语 而坐立不安 时刻变换姿势 表示你心生不宁 状态不安 这些都是穷得瑟的坏毛病 朔摇夜落 人摇福薄 人如果不处于稳定的状态 不表现出稳定的仪态 这样的人 让人产生靠不住的感觉 谁能放心把财富交给你呢 对男性来说 就是不容易聚财的像 女性则家庭观念淡保 这些行为容易家庭不稳 败家破财 必须克制 四 用水不洁 浪费粮食 水 粮食 这些是我们人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 也是我们生存的最必须最重要 但也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物质 如果我们生命中最重要 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珍惜和协减 那又谈何大富大贵呢 财富的积累是不积小流 不已成江海的海纳百川的过程 一个不知道珍惜生命 根本需求物质的人 是难以具备 积累财富的能力和智慧的 五 丢钱不减 不惜小财 这个问题依然是说 对于财富的尊重和信任 现在有的朋友对小钱不在乎 丢了都不去减食 还有的觉得几分几角 甚至几元钱都不算钱 眼里只有大钱 觉得在意这些小钱很丢面子 可是你没有想到 怕丢自己所谓的面子 却丢了财神爷的面子 财神爷会亲近你吗 还有的朋友 想零钱扔的到处都是 抽屉里 桌子上 床头柜上 甚至洗衣机里 厕所里等等 财富从小流而来 也会随小流而去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常有零钱的朋友 可以在家里 办公室里 放一个存钱罐 或者放一个聚宝盆 六 不讲卫生 手脸不洁 这一条看起来 与财运无关 有的朋友可能觉得 只是从健康方面 出发的要求 其实不仅然如此 财神也是神 也喜欢干净 明亮整洁的地方 对人也是如此 我观察过 不少做小生意的人 有的干干净净 时刻注意自己的 仪表和卫生 这不仅仅是 对客户的负责 也是对生活的 一种态度 这样的人 往往用不了多久 生意上又能有所收获 七 有钱奢侈 无钱硬撑 这个不好的习惯 主要出现在 踏入社会时间 不长的年轻人身上 这一点 尤其要提醒 年轻的朋友们注意 月初开支 朋友们大错一顿 上网疯狂购物 于是莫名其妙地 成了月光族 口袋空空怎么办呢 刷新用卡借钱 这就是所谓的 银食卯粮 得过请过 换个角度说 有钱的时候 不知道珍惜 而没钱的时候 有拼命想钱 判解 这样的财富观 是极其不端正的 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你的财运 是不可能好起来的 这里也建议朋友们 多关注一些 大福大怪之人的仪态 这里不包括 泡花腹和二代们 包括语言行外 和行坐坐卧等等 多向他们学习 看看他们是如何 待人接物 如何表达自己 乃至一言一行 这也是改变自己 提升自己的一种方式 有的朋友会跟我抬杠 这不是以貌去人吗 其实不然 这些并不是貌 一直以来 我并没有谈到 长得如何 而是一直在谈 外在的表现 这就是像 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说 你的命和运再好 但是如果自己不作为 那么神仙也帮不了你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朋友 命中财运看起来很好 但往往得不到那些财富 得到了也守不住那些财富 这就相当于 佛法中所说的业障 这些不良习惯和生活方式 就是你获得财富的业障 你必须正确对待 下定决心去除核载症 相信你一定会 财源昌龙 好运常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经历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